台中乌丰也家私人公谈 太子爷蒙眼降价办事 竟然骑机车载着信扑跑山路 让人看了是捏把冷汗 因为太子爷不但呢 是蒙着眼睛也没有戴安全帽 甚至还违规跨越双黄线 一路逆向行驶 同样危险驾驶的 还有民众直击 有一辆休旅车的后车轮都销锋了 驾驶拖着轮框还是要开 结果这个轮框 与路面摩擦发出了巨大声响 也把民众吓坏 太子爷降价坐在机车上 眼睛蒙着红布嘴里咬着香 摇一旁信众赶紧上车 太子爷骑着载着信徒跑山路 向下车车 太子爷神仙下凡 这凡间的交通规则 似乎没在理 太子爷跨越双黄线一路逆向 骑车都封了好几趟 才甘愿回宫继续办事 影片店就在台中乌丰 鸣身路上一间私人公谈 哪有意义 联署上不少记事画面 机身习惯蒙着眼睛办事 骑机车载信徒 邻居说还是第一次 算是神明降价 不过警方表示 该机身已经触犯 公货危险罪危险驾驶 最终可处三万六千元 调购牌照六个月 为的安全梦违规逆向也可开罚 同样危险驾驶 还有雾风照斗上的这辆休旅车 他用轮框在开车 休旅车左后轮疑似胞胎都没气了 驾驶却硬着头皮开着轮框跑 我说你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他用轮框在跑耶 你知道我猛的啊 轮框摩擦路面发出巨大声响 让目击民众好傻眼 直呼听到轮框再哭泣 警方虽然没有接候报案 不过驾驶人的行为 已触犯道交条例的设备不稳妥 最终可处六千元 记者称章五想三 台中采访到